昨天我说这个兔女郎没人认识 我还让他倒在个障碍物下 你们都拿唐三的表金包吓我呀 原来啊他是小五啊 可是为什么你们见到小五 没有鲜花长成什么的 既然他是小五 那我一定会让他走到终点 让他金榜提名呢 哎呦小五啊你要躲着这些障碍物 千万不能让这些障碍物碰到你 小五啊你一定要加油啊 哎呦这什么情况 小五怎么又走了 小五啊你是怎么搞的呀 你怎么还倒下了呢 那就再来一次吧 这次啊你可千万要小心障碍物 你一定要走到终点 据说唐三哥哥还在终点呢 哎小五什么情况 你怎么不捡地上的地毯呢 哎呦这样是走不到终点的 看来小五的实力是真路行啊 猪猪青一看这个小五总失败 他也来挑战这个滚地毯了 小五都走不到终点 我相信猪猪青也不会走到终点的 哎呦我去这什么情况 猪猪青的地毯怎么这么大了 他竟然已经快到终点了 哎呦我天 小五妹妹该怎么办呢 他只能坐那里哭了